我们来看目前我对于Rust的学习建议 正是由于Rust的特点 它集所有语言之大成 把以前的语言的一些毛病都给去掉了 把一些语言的一些优点都给综合起来了 但是它语法比较难 目前是2020年的9月 这个时间段它还没有完全的流行起来 虽然它在Stack Overflow上最受欢迎 但是毕竟在工业领域还没有说 大批量与软件由它来开发 所以还不够流行 我建议大家是当做兴趣来研究 时刻准备着它有可能会迸发的机会 这时候你作为一个有准备的人 如果出现机会的话 那么抓住这个机会的就应该是你 我建议大家学东西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的功利性 建议大家保持对新事物的兴趣 拥抱新事物是一个人与时俱进的表现 说的最简单 以前淘宝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抵制它 说我网上的东西还能干掉我 实体店不行 结果它就真的干掉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对新事物保持足够的兴趣 同时对学习一些东西不要太功利了 说我非得学这个就得多赚多少钱吗 不是 你掌握一些东西 周文道西死可以 对不对 你今天上午学完了 晚上你可以去死了 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开个玩笑 我发现了 跑了 我看见了 很粗的